说到刘嘉玲,每个人首先想到她美丽的脸庞,强烈的光环和精湛的表演技巧,并羡慕她拥有一个屡获舒荣和魅力的好丈夫梁朝伟。 现在刘嘉玲有一个大女人的光环,也许与她以前的经历有很大关系。 除了梁朝伟之外,曾经的她和许晋航有过一段旧情,1986年仅好有介绍,蓝人一见钟情。 刘嘉玲和许晋航交往一年多,关系趋于稳定,因为和家族希望相反,蓝人恋情未被认可。 为了刘嘉玲,许晋航从家中组宅中搬出,和刘嘉玲同居,特意为其还举办了一个小型的训绘仪式。 然而当刘嘉玲开始为架为豪门副作准备,学习插花烹茶,向往走上上流社会的时候,许家出面说,我们从来不知道这件事。 一向不清,许晋航在家族压力之下,一段时间的作风,在媒体面前含护其词,一时间刘嘉玲成了圈内的笑柄。 这一时候刘嘉玲才懂得豪门想找一个对他们家族事业有利的爱习惯。 而他显然不够格,刘嘉玲随即宣布和许晋航分手,后来刘嘉玲和梁朝伟在一起了,刘嘉玲放弃了豪门梦,选择和梁朝伟过务实的生活。 经过当年许晋航一役,刘嘉玲的豪门梦早已遂得远渣也不胜了。